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二豪 本部影片是來玩達太喵的受神化改 那我們測試的關卡是經濟26A 那我們就開始來玩 那達太喵是今天第一天park的受神化改的角色 就是壓軸啦 今天有先偷偷釋出達太喵 那早上是給這個火廚師喔 那達太喵這次受神化改完呢 從原本的兩反變成三反 那其中兩反變成都變成雙超 就是超反傷害幣超掃雷則L 那原本進化是傳送 就進化原本是反傳掃雷 那現在把這個 進化的傳送還給受神化改 所以就三反了 那SS部分沒變 然後有錢部分呢是銳角三方向追蹤型貫通彈 就是角度變小 原本是範圍比較大 原本大概是這樣 拿下來變這樣 大概是這種感覺 那角度變小的好處是就是 打一些網 他那個銳角三方向 傷害會比較集中 就比較不會 有打空的問題 就原本以前可能 打集中在一個網 他可能 這個外面比較外面嘛 所以他的兩個尿尿會在 王的外圍 那現在這個基本上就是都在王的 身體裡面 好我們這邊尿一下給他看 那他的本質還是尿尿 所以還是很吃位置 就位置好的話那個傷害是真的很漂亮 那位置不好的話尿尿就 就真的還好 就本質還是要拉線啦 本質還是要拉線 不過這次改的是真的不錯 因為他還可以吃到初級殺手 初級殺手嗎 這次打三秒順的話 改環都給了初級殺手跟衝刺 然後我們這邊就直接來 戳看一下他的傷害 初級殺手超平衡型 超少雷蛇L 有沒有看到這個戳四下 然後傷害是這樣 這是蠻痛的 真的蠻痛的 那這邊是有吃到魯納的加工 然後這邊直接戳 OK 就有點像遺骨的感覺 蠻像遺骨的感覺 因為初級殺手算是一個蠻強勢的 殺手 就你可以選擇你要殺哪一個 好那我們這邊是要運氣提升的 我們來尿一下 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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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二 好進王關 王快就進王關兩分鐘就進王關了 那我們這邊友情是3.6倍的提升 因為有吃魯納跟 被尼特拉法 那友情部分給力量驅動 力量驅動就是打外圍的 就是亞森跟怡古拿那個友情就打外圍 力量區中打外面 然後瑞角三方向追蹤情況彈就打裡面 一個外個內 然後我們這邊開SS來拉線好了 我們這邊開SS來拉線 聖誕節真的很漂亮 聖誕節的這樣受改完真的蠻漂亮的 有沒有看到這個尿尿 就慢慢把這個26的火轟慢慢消血 可以尿死嗎 沒尿 差一點 我覺得主要是受改花能去的場變多 就是機體上修嘛 像一代火轟 三代火轟 然後新超絕那個洛英也可以去 還蠻強的 然後未開21 就補了一個還蠻強的衰屬貫通角 好 我們這邊就慢慢拉 這邊就慢慢拉 不過如果多一個反鑽 你就感覺可以去更多地方 不過三反已經蠻強的 OK 好 直接拉爛 未來應該會蠻常看到他啦 畢竟反傷傳送少咧 這三個隨便三取二 都是蠻常見的陷阱 水貓應該以後會蠻常看到的 然後這邊我們就直接拉 直接加工來拉 喔喔喔 然後你們不覺得那個有點像貓爪嗎 那個有點像貓咪的爪子 那個瑞角 然後這邊直接 喔喔 有友情暴擊耶 拉一下拉一下 我原本想直歪的 後來看到那個直歪暴擊 忍不住了 然後這邊 這邊我們就直接開 SS好了 自強化 喔 火轟的血有變少 OK 然後這邊要小心 這個希望這個混亂不要 混得太好 呵呵呵 不然有點危險 混誰混誰 喔喔還好還好這樣還好這樣還好 那我們這樣可以靠友情來拉 GOGO 好 你看到他們剛那個火轟比較密集 就把那個下面火轟吐死了 然後這邊的話就 這樣吧 先停下來一下 因為我被混亂到了 然後這邊就開帕克 開帕克 因為我好像要復活了 要復活那個法師 OKOKOK 然後等一下再靠貝尼特來守 好那我們這邊先來尿喔 你看到力量缺動的威力了 好那我們這邊尿尿的話就是慢慢消 好 然後這邊這邊先這樣打 尿起來尿起來尿起來 OK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主要友情就是變得 這個尿尿這個友情啊 變得比較更集中 傷害比較夠 好那我們換下一個關卡喔 好下一個關卡呢 是禁忌16B喔 就是比較 新的B域啊 就16B 那我們就開始來玩 那這邊主要就是看直歐的部分 然後再一些屬性倍率比較低的關卡 然後打壓妙法會不會怎麼樣 然後也沒有板塊沒那麼多 這邊我們就直接用尿的好了 我們這邊還有這個友情暴擊 那我們直接開尿 喔喔喔喔喔喔 喔蠻痛的 呵呵 這關的機制啊 是觸友登攻 OKOKOK 嗯 超少雷子欸 龍拿加初級殺手加超平衡 嗯 真的很強 如果未來性能對到的話 火屬關卡應該會蠻常看到打太喵的 只是他的連心比較難配啊 他的連心因為會卡平衡 會卡平衡型 會比較小尷尬 然後打太喵自己也不是聖騎士 呵呵 我當初一直以為他是牙人 呵 我當初第一眼看 欸想說欸他 他可以帶艦隊嗎 喔不是他是牙人 呵呵 然後這邊就這樣打阿 喔喔有情的威力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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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進王關快速進王關 呵呵呵 這邊的話繞一下好了 喔喔喔喔OKOK 哇這邊全部被所有行 不過沒關係我們這邊靠直走打 喔沒有地雷 沒有地雷就沒傷害 這邊用尿的來看看好了 不過好像會直接戳死欸 喔喔直接尿 OK 好那這邊兩分鐘 然後進王三 打起來是蠻快的 如果16B缺角的話可以來用看看 還不錯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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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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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隻的尿尿傷害長這樣 然後就來尿尿尿完吧 啊忘記帕克沒傳送了 呵呵呵呵呵 喔喔喔 直接戳 OK 好那以上就是16B的測試 就來簡單測一下 達太苗的 直歐 然後一些友情 會在一些其他關卡的發揮 那我覺得這次達太苗 受神話改完 算重回一線吧 因為這三個陷阱 就算火屬 算蠻常見的 那未來只要陷阱 就對到達太苗應該算是 首選之一 只是他的 他的聯繫比較忙 因為卡平衡型嘛 所以可能用其他速度型 或是其他炮擊型 類樣型的角色去補 大概是這樣 算改的蠻不錯的 那有果實的部分 我大概是自己會吃熱油跟加吉 就是熱油跟加吉系列 好 那麼以上就是這次達太苗塑神話改的影片 那謝謝大家 掰掰 祝各位帕克都玩得開心喔 掰掰